云深清浅时,第八集,这儿,走吧,该回去了。 魏无羡凑在人耳边低声说道, 好,蓝忘机提了提精神,准备跟着魏无羡回房, 刚要起身突然想起这人之前还不搭理自己来着, 顿时来了脾气,故意忽略魏无羡准备牵他的手, 静止回了房间。 魏无羡本想追上去, 但就在此时那只安静多时的传讯笛, 慢悠悠飞到了他的手上。 直到蓝忘机沐浴后在床上躺好, 魏无羡还是没有回来, 他不免有些生气, 以往只要自己一走远, 魏无羡马上就会跟上来, 偏生今天魏无羡迟迟没有这么做。 不知过了多久, 蓝忘机听见了房门被推开的声音, 他翻了个身背对着, 赶紧闭着眼睛装睡。 魏无羡放缓了脚步走到床前, 将燃着的蜡烛熄灭了两根, 又仔细给人医好背脚, 这才准备去更衣。 等魏无羡收拾好回到床前, 蓝忘机已经把自己裹成了球状, 这人刚刚果然是在装睡, 魏无羡无奈地笑笑, 把人从被子里揪出来。 蓝忘机也装不下去了, 他坐起身,用一种略带委屈的语气质问道, 你不是不理我吗? 原来是生气了呀, 魏无羡终于明白他之前的异样, 也不知道最先不理人的到底是谁。 他在蓝忘机身边坐下, 这才开口哄人, 今日的事情有些多, 所以后来就没顾上湛儿了, 是我不好, 湛儿别生气了好不好。 没想到魏无羡这么快就道歉, 蓝忘机立马泄了气, 但是面上还是要多坚持一会儿, 那你以后别让我去书房陪你了, 你就是故意晾着我。 可是难道不是湛儿最开始忙着和小白他们玩而不理我的吗? 你这么快就忘记了? 魏无羡提醒道, 蓝忘机思考片刻, 似是记起了这回事, 脸上有些挂不住, 魏无羡看他不说话, 揽过他的肩膀让他靠在自己怀里, 好了好了, 湛儿才没有不对, 都是我不好, 以后我都不会不理你了。 魏无羡轻声说着, 一双手慢慢缓上了魏无羡的腰, 我也是。 他听见蓝忘机小声说了一句, 魏无羡抱着他慢慢躺下, 犹豫许久才对蓝忘机说道, 这儿, 明天我要出门一趟, 你自己在家要好好的知道吗? 你要去哪儿? 我可以和你一起的。 蓝忘机抬头问道, 我要去一趟永州, 那里有些不太平, 恐怕是会有危险, 我不想让你跟着我冒险, 你就待在家里, 这样我也放心。 可是你不在, 我不习惯, 我想去, 也不行嘛蓝忘机这段时间早已习惯了, 和魏无羡形影不离, 这会儿听说他要独自出门, 竟生出几分别样的情绪来。 我去不了多久, 很快就回来了, 这儿不是喜欢跟小白小黑和小红他们玩吗? 你要是和我去了, 可就没人照顾他们了, 这儿你忍心吗? 魏无羡见蓝忘机笃定主意想要跟着自己, 虽然他也十分舍不得离开蓝忘机, 但永州危机四伏, 还是不让他跟着了。 魏无羡本以为提到小动物, 蓝忘机就会因为舍不得他们而放弃跟自己去永州, 没想到听完这句话, 蓝忘机的脸上反而变得低沉, 所以在你眼里, 我跟那些兔子一样, 只能乖乖待在笼子里是吗? 他文言一愣, 他从未当蓝忘机是宠物, 只是不想让他有任何危险, 见蓝忘机误会了自己的意思, 他只得搂紧了怀中人轻声解释, 但蓝忘机不给他这个机会, 挣脱了他的怀抱, 缩到床脚开始闭眼睡觉, 不管魏无羡怎么哄怎么劝, 都不再跟他说话, 大约过了一炷香, 蓝忘机的呼吸变得平缓, 魏无羡替他调整好睡姿, 暗道果然跟小时候一样, 生着气也能睡得这么快, 他盯着蓝忘机田径的睡颜, 思考良久, 自是做了决定, 这才熄灭最后两根蜡烛, 在黑暗中抱着蓝忘机安然睡去, 这儿,醒醒,该起床了, 卯时刚过, 他就被魏无羡叫醒, 蓝忘机有些不快, 以往魏无羡从不会叫自己起床, 都是放任自己想睡多久就睡多久, 他闭眼问道, 嗯,你这么早叫醒我做什么, 魏无羡扶着他坐起来, 靠在自己怀里, 这儿不是想和我去永州吗? 现在我们要出发了, 这儿还不起床吗? 蓝忘机瞬间变得清醒, 他睁大了眼睛看着魏无羡, 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魏无羡忍俊不禁, 上手捏了捏他的脸, 蓝忘机不满地嘟囔到 你不是不愿意让我去吗? 想不到这人还挺记仇, 可是我从未当这儿是 只能待在笼子里的小兔子啊, 蓝不成湛儿又不打算去了, 还是害怕会有危险呢? 魏无羡虽嘴上这么说着, 却拿过一旁为蓝忘机 准备好的衣服, 去! 蓝忘机回答得果断, 从小到大, 蓝家人几乎是把他当作雌娃娃, 不仅不让他去危险的地方, 就连门也没让他出过几次, 蓝忘机虽然理解叔父 和兄长的用心, 但他难免会对外面的世界新生向往, 仗剑走天涯除奸扶弱, 又何尝不是蓝忘机的梦想? 蓝忘机立即动身, 换上魏无羡递给他的轻便的衣物, 配好碧尘, 心潮澎湃地跟着魏无羡出发了, 魏无羡此行没带多少人, 除了随行的衣食温情, 就只有几个灵力高强的修士, 据魏无羡所说, 永州早有异动, 他已经安排了部分人马先行前往,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等过去再和他们会合。 温情和修士们跟在身后, 蓝忘机突然想起了温潮, 自从他到了仪陵之后, 就在魏见过他, 当初他带人进宫云深不知处的时候, 那盛气凌人的样子, 蓝忘机一直记得, 后来他也问过温潮的去向, 魏无羡只说是他办事不力, 自请离去了。 永州离伊陵较远, 这地方一直都是人们口中的偏僻之地, 连驻守的世家都没有, 只由周边的世家顺带看管。 永州四面都是山, 白日里就像个大火炉, 常住的人一直也不多。 要不是百年前伐金之战中有一场大的战役发生在此地, 恐怕就更没什么人知道了。 魏英, 永州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你的样子, 应该也是关注永州多时了。 他和魏无羡走在最前面, 蓝忘机忍不住好奇。 是, 我注意永州的动向已有一段时日了, 此地虽人烟稀少, 一直以来也都相安无事, 天生这几个月发生了不少灭门惨案, 一家老小常常一个活口都没有, 我也派过周围的世家前去查看, 那些人在永州待的时间倒是不短, 但什么收获都没有, 还说永州一切正常。 我命暗探在永州敦守了几个月, 近日可算是有点进展了。 蓝忘机点点头, 也难怪魏无羡一开始不愿意让他跟着去, 发生这么多起灭门惨案, 又是派世家和暗探的, 才堪堪得到一些进展, 想来幕后之人本事不小。 不过既然已经跟着魏无羡来了, 祝他尽快解决此事才是最重要的。 一行人在路上走了多日才到达永州, 一进城门有些惊讶, 这地方虽称不上穷乡僻壤, 倒也不算富裕, 不过如今街头巷尾居然一片祥和之气, 百姓安居乐业, 一点也看不出最近发生过很多灭门惨案。 在街边找了家茶馆临窗的位置, 魏无羡少见的没有点酒, 只举着茶杯观察着路上的行人, 整个下午一动不动, 直至日暮西山才和蓝忘机去了底下人一早准备好的别院。 别院极为安静, 屋内的设施也简朴雅致, 等众人都散尽, 只剩下他们两人, 蓝忘机才和魏无羡商讨起永州的事。 魏英, 这永州的确一片正常, 不像是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你可有什么发现? 魏无羡摇摇头, 这地方看上去太过安宁, 跟其他地方别无二致, 怪不得那些世家都没什么收获, 但这些被灭门的人也不是白白死的, 怎会一点影响都看不出来?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不管怎样, 百姓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灭门之事一日不解决, 这城里的百姓就会有危险。 蓝忘机说道, 你说得对, 我已经安排了人日夜巡视, 先保证城中其他人的安全, 其余的我们明天再去看看。 魏无羡握住他的手, 时候不早了, 这儿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先休息吧。 两人一夜安眠, 第二天一早, 据暗探来报, 昨夜无事发生, 巡视的人搜寻了整座城也一无所获。 魏无羡没说什么, 只让他们继续加派人手, 任何角落都不能放过, 有什么异动立刻来报。 接下来的几天, 魏无羡带着蓝忘机去了所有被灭门的人的家里一一查验, 房屋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尸体已经下葬, 适者为大, 自然不能打扰他们死后长眠。 他们生前的留下的东西也都被烧光, 什么痕迹都没留下, 就好像世上从未有过这些人。 蓝忘机有些着急, 他不想让凶手继续逍遥法外, 即使毫无头绪, 还是每天跟着魏无羡在永州城内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寻找。 魏无羡看他这样子, 心疼得紧, 就算是在查案, 也不忘顺手给蓝忘机准备些小玩意儿哄人放松, 外人要是不知道, 怕是会以为是为无羡带着道旅在四处游玩。